今晚是平安夜 祝愿大家聖誕快樂、平安喜樂 今日確診病例又再大幅飆升 總理杜魯多的聖誕賀詞說 雖然疫情形勢嚴峻 但是國民仍然有理由充滿希望 何家碧報導 總理杜魯多在年度聖誕致詞中說 雖然2021年又是艱難的一年 不過國民一起度過 新的一年將會攜手共進 光明的日子仍在後面 祝愿多說在過去的一年裡 加拿大人幫助鄰居 支持當地企業 不參加社交聚會 並且戴口罩 以確保彼此的安全 他呼籲國民繼續遵守公共衛生措施 並且鼓勵朋友和家人接種疫苗 今天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病例數目升至歷史新高 當省報告9571宗新病例 灰省新增1030宗 緬省新增742宗 碧斯省昨天也報告創紀錄的2046宗新病例 這個星期前的最高紀錄為1293宗 碧斯省官員表示 該省的接觸者追蹤和檢測點已經達到最大容量 並且敦促散文 不要為旅行目的而進行檢測 如果個人出現症狀 應該立刻自我隔離 而不是等待檢測 此外 魯拿烏特區今天宣布實施封鎖 禁止所有室內聚會 關閉所有非必要服務場所 阿省也宣布減少公共場所的營運容量 全國各地很多教堂都臨時調整了聖誕節期間的服務計劃